一台车辆就硬生生的卡在山坡边 这是一名来自台南市 足心民众的车辆 原先驿驾山口驾驶乡行车 开心的要到九分二山来露营 但却因为手机导航出包 带往双东山区与国性相交界处的山路 再加上下雨起雾 车辆打滑撞击露宿 手机讯号薄弱 该家人的父亲走了将近一公里处 拨通电话向警方求救 临近派出所所长也立马与警员前往救护 警方于22日晚上接获民众报案 因为导航出错 民众跟车辆受困于山区需要救援 警方到达现场时 发现该露营车撞上露宿 车轮深陷泥令之中 警方先把受困民众接到派出所 简单用餐及热饮之后 安排住宿地点让民众休息 隔天再去把受困车辆脱掉 然后护送受困民众前往车站返家 呼吁民众到山区 应该做好功课 导航只提供参考 以免发生危险 警方将民众接获派出所后 准备简单的餐饮与茶水 并联络好汽车旅馆让他们住宿 隔天出信民众也拿出了一叠的千元钞票 来感谢派出所的即刻救援 希望为派出所园警们来当家菜金 所长也当场婉拒 议员得知此事后 相当感谢与肯定警方的辛劳 同时呼吁民众 要到不熟悉路况的地方 记得先上网做功课 或者在路途中询问附近的居民 请问太过于相信导航 避免发生危险 虽然导航对民众人是生活上非常方便 但是有时候他的差路就是差了一点点 比如三公尺或是说五公尺 他就会跑错地方 相当家某民众困在山中 叫警方去给他搭救 我希望问一个人 如果说远方而来 不是本地人 他如果要上山或是到说临近有山区的地方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请教一下说要怎么走 我服务说大众 大家生命安全 虽然导航是很好 但是不能完全的相信 原先是全家开心的出游 最后却由警员搭救所场 获救的一家人也于两日后 特别写了感谢函 亲自送至双东派出所给所长和原警 并道出他们的感动和惊险难忘回忆 将会涌存于心中 以后也会更加小心来使用导航 明星雯宁轩草屯采访报导